刚才我自己听到天水怀的时候,突然间神被我感动 想起一个感恩的事情,就是与今天讲题有些关系 就是说我们有什么情况里面,来做和好的即时呢? 其实呢,不是一定要选择一个农年的日子,十二生潮 而且也不选择哪个月份,哪一日,我们每一日,每一时,每一刻都可以做炎做光 我记得有一次,以前我住天水怀的时候,有一天我跟太太去到天水,有没有人知道哪里是天水的? 原来很多人认识天水的,旁边有一个公园,以前还没有天水怀的医院 那时我突然遇到一个很高级的社工,是姐妹 遇到我,我们,我和师母,她就说 牧师可不可以帮我祈祷啊? 我说有什么祈祷啊? 她说我希望能够嫁得出,于是我作为祈祷 但是很奇妙,我想都不用很久了,我想一年左右,something like that 她就结婚了,懂得对象 那接着我就说,你要带她信主,然后才嫁给她 后来她真的,那男孩就来我的新人组,信主 又结婚了,今天仍然都是一起敬拜,去服侍 最近又带一些新朋友来我们的教会 我看到原来做和好的职事,就不需要哪一年才去做的 而是随时随地 我刚刚和师母去两转加拿大Wingcouver 带女儿去看大学,UBC,或者不同的大学 住在一顶姐妹的家里,看到一个老人家 他还未信耶稣 他又睡不到教,又失恋,又生病了 他说我很想快点回香港 接着我就说,你信了煮了没有? 于是我用了几分钟的时间 你就带了个缺词信主 送到今天,都成大半年了 人家亦都给电话我,聊电话 他住在香港岛,我就介绍他 我的同学在那边的教会 他说很好,觉得很温的 于是就在那边回到楼下的教会 在香港岛的地方 所以其实我们去做一个和好的职事 是随时随地的 我们是不需要选择一定是什么时间 我们才可以令人归主 这个是很重要的 顶姐妹原来和好的职事 是神去派遣我们去做 今天经文的背景很明显 说到在保罗的时代里面 皇马帝国的结构很有趣的 就是有元老院 元老院其实是决策很多范围的 虽然元老第一阵管车的范围 就是一个没有驻军的 元老院就会用行政去处理 那个地带里面的事务 第二个地带就是有驻军的 因为偶尔中有骚乱 所以皇帝直接派遣使者 特使去管理那个嵩 那个地带 第三个嵩就是说 当如果有一些战败国 被罗马帝国来打圣仗 就拿了他的地方 于是皇帝就会派遣一些特使 比如一两个 就联同在那个战败国当中里面 找十个人 去组成一个核心的小组 来到去管理那个地带 就是战败国的神民 要归入罗马帝国 这个大家庭 这样其实都是一个大事要做的事 保罗很明显就是想到这些图画的时候 他觉得是耶稣基督这个君王 直接去派遣他 成为外邦福音的使徒 特派全神的福音 因为他在第九章《摄行传》里面 是保罗本来拿着文书通缉令 是要去大马士革 来通缉那些基督徒 抓他们去坐牢 但谁知道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 即大马士革的路上里面 突然间有强光照耀这个保罗 圣经说保罗就扑到在地上 你看看 强光照着一个人的时候 而圣经说他是扑到在地上 可见那个光是多强 是因为这个缘故 保罗就瞎了三天 在他被强光照射的时候 扑到在地上的时候 他问一位的主 他说主啊,你是谁 我这个经历 我很害怕你是谁 主就跟他说 他说我就是你所逼伯的耶稣 然后主也说了一句说话 他说保罗 扑罗扑罗 他信主前叫做扑罗 后来信主后叫做保罗 他说扑罗扑罗 你为什么逼伯我 你用脚踢刺是难的 你想想你的脚 如果踢刺 第二,那个感觉是怎样呢 有没有人觉得很舒服的 还是不想踢的 不想踢的巨手 对了 保罗 如果耶稣的形容具 去对付耶稣呢 就是用脚踢刺 广东学的翻译呢 就是可以翻译做什么呢 就是以卵击石 是不可以得性的 你怎样可以以卵一只鸡蛋 去撞击一块的石头呢 后来保罗盲了三日之后 他来到神差辟阿勒尼亚 按手在他身上 那圣经说保罗的眼睛 如同有鱼片是跌下来 于是保罗就重见光明 是吧 有人见过街市里面的大桥 同益或者不同的街市 或者是天岁 或者是天盛 什么地方都好 你见过鱼的 可否举他的手 对了 吃过的 他也吃过 对了 那鱼呢 有鱼的 你见过有鱼的 请他举手 对了 那保罗的眼睛呢 就是当他瞎了三天之后 圣经说他如同有鱼片 在一个眼睛里面跌下来 当阿勒尼亚按手 在他身上的时间 那于是保罗就重见光明 但其实后来保罗 他在这个阿拉伯的抗议 圣经说他在潜修默想 多久啊 三年的时间了 第一堂有些BSF的电影子媒 他就上网看到 于是就来了这里了 其实BSF就是鼓励我们多些去认识圣经 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 就是这个的保罗 他有三年 在阿拉伯的抗野里面 圣经学者就说他去研究 他心里面有很多忐忑和挣扎 究竟旧约的尼塞亚和新约 他在大马时隔遇到的基督 有什么关系呢 如是者他用了三年的时间 来到默想潜修 来到BSF 去思想想通究竟 在圣灵的帮助底下里面 去想通 旧约的尼塞亚 旧世主 就是新约的基督 这个就是那个的背景 我们读一读这个的 第五章 临后十四节二十节 PPT里面 我一起读一下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没 因我们这样断定 一人忌替众人死 众人就都死了 并且他替众人死 是叫那些活着的人 不再为自己活 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所以从今以后 我们不再按照人的看法来认识人 纵使我们曾经按照人的看法认识基督 如今却不再这样认识他了 没有了 下一章 可以按一按吗 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一切都是出于神 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 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使命 刺给我们 就这样 神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 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 并且将这和好的信息托付了我们 所以我们作基督的特事 就好将神借我们 劝你们一般 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 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 好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顶姊妹 没错 那麽多前书、后书 很多时候都在讲一些处境性的问题 是顶姊妹在教会里面所遇到的一些问题 和罗马书和根械书是很不同的地方 特别是罗马书是有一个浩瀚的神学体系 浩瀚的神学的真理的展述 但是看真一点的时间 就算罗马书和根械书 其实都有处境性 理想一下根械书很明显的就是说 保罗讲恨不得那些人 强调要先割礼 然之后清义的人 恨不得他们 是将自己阉割 他们错误理解割礼的意思 即是说 其实恩信称义在加泰书里面 在罗马书里面 没有在很重要的信仰的教义 但是保罗不会停在这里 声明带领句 来到墨写神的话语的过程里面 神的话很清楚告诉我们 头一半保罗的书信往往都是教义 但下一半很明显的就是实践 所以说不得前书 他一方面也是好处境性 但另一方面也是告诉我们 我们有一个使命 神让我们认识到 恩信称义 神让我们认识到什么是属罪 神让我们认识到 就是他在十字架上高 在墨头上被律法去奏座 目的就是要拯救我们脱离律法的奏座 这是吉海书三章十三节 保罗说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奏座 就属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奏座 因为经上记着说 凡挂在木头上都要被奏座的 这个经文很明显的就是说到 整个摩西五经神的律法 的精神就是告诉我们 什么人是会被挂在木头上的呢 就是被奏座的人 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奏座 有一次百姓二百多万的百姓 大部分都是埋怨上帝 于是上帝就猜遣火蛇 来进入百姓的中间 要咬死他们 但是摩西来到去向神来到懇求 希望上帝去赦免 和遥夕百姓的顶状和心牙 神就指示摩西做一条铜蛇 挂在木头上 凡是仰望铜蛇的百姓就得救 火蛇就停止来咬这些百姓 不会咬死他们 其实你发现 不单止今时今日 这个界局里面仍然有这个图像 蛇在木干上高 很多如果你看泄华的一些作品 就是罗马帝国的《轻衰史》 你都会明白 就是医学的发展里面仍然有这个痕迹 就是在木头上的铜蛇 你仰望铜蛇的 就得到医治和拯救 连今时今日 这个医治 这个弃灵的痕迹 依然在医学界里面 更何况在属灵的层面里面 耶稣基督就是为我们罪的缘故 而被挂在木头上 是被律法去咒座 你想想历世历代 所有人类罪的种和 都兼担在耶稣的肩头上 这个喜不迷就是 以卓亚书53章里面所说 神掩面的不看祂自己的义址 神定义要将祂的义址 这个尼赛亚的压伤 使众人的罪业都归在尼赛亚的身上吗 所以以卓亚第53章里面说到 耶稣基督所经历的边疹 是要令到我们得到医治 历世历代的人得到医治 耶稣基督所面对所经历的刑罚 是要我们得到平安 今时今日 无数的人类 全人类其实是很需要上帝的救恩 根据彼得的书信很明显地告诉我们 就是为什么上帝现在不是立刻回来呢 因为圣经很清楚说 神愿万人得救 不愿一人沉临 得救有时候就是这么惊险的 抢救灵魂是分秒必争 我记得我那时候我年少的时候 我带我妻子 就是我妈 她是信安社会的 当然我有自然都在读安社会 我信耶稣之后 我带她信主 她九十几岁 如果不是那次跌倒了 她应该过百了 最少 我带她信耶稣 我记得在帮我医院的时候 她在流离的时候 她的面容本来很丰富的 一直跌跌跌跌下去 我就去带她信主 她就很平安地被天父接去 那我怎样可以带到她信主呢 我告诉她 你可能很少听 我觉得神是用我们的服侍 聆听 当你听她说话 我事实上帮她倒野香 不过可能大家都不知道什么野香 因为知道的 可不可以举她手 知道的 看二语场片就可以了 不过要好夜才看到 二语场片 我小时候经常看 这些服侍能够赢取到 我们的老人家 他理解什么叫做尼赛雅 什么叫救世主激动 耶稣钉十字架跟他的关系 耶稣復活在死亡里面 第三天从死亡里面復活 跟他的关系 十多岁我就带他信主 即是我十多岁 其实那时候我刚刚听福音 苏牧师说完之后 我再说给他听 苏牧师在课室里面说什么 我就照说 所以其实信主传福音 做福音的特事 不需要上完成长八课 撤苗 上一轮神学 读完神学 几年你才可以出来传福音 人家问你 你不一定要读三福才可以传福音 三福是要你传得更加有胆量 和更加有信心 更加有层次和有组织 三福本身不会令人信主 三福只是一个大纲 让人去经历与上帝同工 圣灵大大的工作 自由运行的时候 令人去信主 所以解释到 为什么有时候有些人 陪三福大纲 特别多人信主 另外一个可能不特别的 但没有那么多人信主 那牧师好吗 不如脱咳一点 不是 你没有来刻意脱咳 但就算你不刻意 但你万一有少少脱咳 其实不要觉得 因为你有少少脱咳 上帝就不用你 因为上帝的恩典 比你的脱咳大 大家知不知什么是脱咳 知道吗?不用解释 三章22字加海书说 但圣经将众人都圈在罪里面 圣经即是神的律法 将众人都圈在罪里面 使所应许的福 恩信耶稣基督 归及那信的人 第三章22节加海书 我小时候有打波子 有没有人听过打波子 知道打波子这种东西 这个游戏 可否举手 是的 那时候没有那么多机器 虽然我中学的时候 我背着苏牧师 我那时候在上水 我去双龙城 现在没有了 已经建了屋了 在那里打机 全日打机 我穿着校服 在中学那里 下了课后三点凌钟 三点零五分我就放学了 我就冲过去对面的士多 要是打麻将 要是打机 苏牧师到现在都不太知道 这件事 其实穿着校服去打四方城 玩碟仙银仙 学十八罗汉 不是 学十八罗汉 学神打 拜十八罗汉 这些东西 他都不知道 为什么我要做这些东西 因为内心里面很空虚 觉得家里很破碎 好像地狱 很希望找到一个神 他能够救我的 我玩碟仙的时候 其实我不敢离开 因为那些青少年人 恐吓我 你离开那碟的时候 就会有和患 也不可以用过的 石油碟 要新买的 去嘉品店 新买回来 然后一张纸 就写自己的人生规划 那时候也有人生规划 不过不是叫这个名字 譬如说你会不会结婚 什么时候结婚 读哪间学校 升学 你的人制 你的前途 什么都可以写的 其实你发现一样东西 就是当你迷失的时间 其实上帝已经找我们了 上帝今天仍然透过你和我 去作为福音的特事 去找迷失的羊 刚才Shadow跟我们说 其实主听到羊的声音 刚才我去唱歌的时候 听到大令司歌的姐妹 在Shadow去提说圣经的教导的时候 我们就想起 对呀 那些羊是大近视的 其实每一只羊 看到的范围很短 几尺 很短 那个视野范围很小 再前一点 它都不知道是什么 蒙茶茶的 可能你都不知道我说什么 但是你试一下 如果你戴起眼镜 不戴眼镜的时候 其实你就知道什么是蒙茶茶 所以羊的特性是大近视 但幸好他也听到一些东西 牧羊人听到羊的声音 怎么说这么多只羊 让他听到 怎么能分辨到呢 真的牧羊人就是分辨到的 你不许问你的组长 有小组组长的 可不可以举他手 你是有小组的 你有组长的 请你举手 有没有人分辨不到你组长的声音 请举手 分辨到的 认得的 你的组长也认得你的声音 信不信 不信你做一个实验回家 你打电话给他 你说 祖长 你认不认得我的声音 不要现在测试 先完诵 其实我们的神就是这样 他认得我们这么多只羊的声音 但是我们认不认得到牧羊人的声音 如果你不亲近主 其实你不太认得他的声音 是吗 有一位 就是被称为大眼 童眼的一个四十多岁的歌手 称为入屋的歌手 他就是 在过去由小到大 他五岁的时候 爸爸妈妈就离婚了 爸爸娶另外一个 妈妈娶另外一个 于是他有两个爸爸两个妈妈 他长大十多岁的时间 他很想离家出走 加上他妹妹出生 所以 但是他说 妈妈跟他说过 他说小朋友是无罪的 虽然这个不是跟一个爸爸妈妈生的 但是不知为什么 这位弟兄 他后来信到耶稣 他就觉得 他有一份心 他要爱惜这位妹妹 但是当他十多岁的时候 他又去读那些 职业训练局之类的学校 又打很多工作 因为他离家出走自己的中屋住 他没有钱 于是他做很多份工作 他要证明给爸爸知道 给妈妈知道 他作为一个青少年人 他没有了爸爸妈妈都可以生存 但是很多时候 他都是一个月光族 每日有一段日子里面 每日只有十元港币 于是每日三餐里面都是吃杯面 可能只有一只 因为十元买多少只杯面 吃到面是紫色的 他被形容 是紫色的面 几可怜 很多时候要叫青少女朋友在桂圆机上 给他十元八元之旅 抽过一百元 他才在举个年代里面 他现在四十多岁 是按到一百元出来去养活自己 有没有人经历过这些生活 不过不要举手 其实就是很惨 但是又要面 跟着跟爸爸说 我没有了你都可以的 你试试来我家 我家很OK的 很整洁的 我家是很漂亮的 其实他根本不知有没有钱交租 冲大头 其实他很不喜欢爸爸 他爸爸和妈妈是信不同的宗教 后来离婚 所以他有两个爸爸 两个妈妈 有一天他突然收到1500元港币 在户口里面 他很饿 饿得很饥荒的饿 于是他什么都不管了 他都按出来吃了东西 买东西 买基本的衣物等等 但是他又很害怕会不会诈骗呢 会不会是有人弄他呢 等等 后来过了一两天又1500元 于是者有四次 在不同的日子里面也有1500元 他很害怕 突然收到一个电话 儿子 你够不够钱花 他就知道是爸爸 爸爸就说 不如这样吧 你有没有空来我家 一起吃一餐晚餐 他觉得 拿人家四次1500元 不上去吃饭 很臭小子 于是他就上去 所以他问爸爸 为什么我这么迷途的羔羊 你都仍然爱我呢 他说 儿子 其实没什么原因 因为你是我的儿子 没错 没错 弟兄姐妹 我们都发现这个家庭 这么多的坑坑 这么多的困难 似乎不是一个完整的家庭 但是我们看到的一件事就是 福音在家庭里面的定位 爸爸在这个所谓同眼大眼的一个入屋明星的生命里面 当他生命的时候 他留下一支吉他 他也教他一支 学弹吉他 学音乐 于是者他走上这个音乐的道路 他成为一个歌手 他很小的时候 爸爸教他唱很多的圣诗 在圣诗里面他认识到上帝 当然 我们今天不是要处理分析 为什么一个爱上帝的人 为什么他会有离婚的经历 他太太为什么有信不同的宗教 这个很复杂 不是今天要处理的问题 但是我想说的 这位的年轻人 虽然今天也开始不年轻了 四十多岁 但是他立志 他要靠着耶稣基督 去建立一个温暖健康的家庭 他要一生去敬畏上帝 透过他 因为曾人真是上了《恩语之声》的 大家上网就随时在YouTube看到 你会发现 《恩语之声》为什么要简举来拍 是因为当中里面要看到 神的救恩是多么重要 如果今天我们的孩童 在教会里面成长 有很好的儿童主义学 青少年人有很好的导师 去外顾他们 有很好的成长 每一个孩童都有自己的灵修生活 那些小朋友很小 小学就已经我们送他一些 小小的灵修书 给他们去操练 每天去灵修 去亲近神 这个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小朋友都要学做 当他成为基督的门徒 当他成为基督的门徒的时间 他就懂得如何去领人归主 还有要做一个有品格 有基督品格的人 因为圣灵会将基督的品格 结在他的生命里面 不是他模仿 基督徒的外表 不是 而是圣灵会将 他自己的果子 如同加泰孙五章二十二节 那里所说的 人爱喜乐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 信实温柔寂寂 这些的果子 九种的特性 生命的特质 是会放在 一位的小朋友的生命里面 何况是成年人 所以弟兄姊妹 其实今天我们的时代 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messenger 和message 不要分割 今天教会的软弱 很多时候就是因为messenger 和message分割了 所以帮我们拍 这个五周年堂庆 其中一位的speaker 陈全华牧师 在播道会的同工会里面 他都鼓励传导人 传导人也要传导 其实很讽刺 传导 刚才我们都说Ivy传导 或者牧师都是传导 其实每一个基督徒 都是一个传导者 你看本人若翰 写的天路历程 一个classical的一本书 他是为福音坐牢的时候写 在英国 其实是说到 一个迷路的人 一个朝圣者 每一次在试探 试探的里面 很困苦的时候 他的出路永远都是传导者 三个字 不信你去图书馆 去找这本书 就是本人若翰所写的 天路历程 亦都有广播剧的 小朋友都可以听到 因为是音乐的 是广播剧 天路历程 每一次信徒之所以 能够在艰困 试连试探里面得胜 全是因为有传导者的出现 《传导者》是什么意思呢 在他生命的里面 装载着神的道 而且能够将神的道 活出来 信仰生活化 生活信仰化 不是将Messenger和Message分割 所以今天青少年人 刚才大家看到 帮我们去讲五周年 鼓励我们的 其中董家华牧师 他就研究在北美的里面 在世界各地的里面 一个世界华福会的总干事 他跟我说 根本很多大教会 在海外的大教会 与到疫情的时间 瘫痪 反而没有那么大的教会 他能够聚焦在福音的事工上 爱伦的事工上 爱人如己的事工上 反而能够逆风而成长 他说青少年人不去教会 不是因为教会里面没有好的设施 不是 而是教会里面缺乏榜样 在北美很多青少年人 有一半 我在加拿大的时候 我发现有一半的青少年人 董牧师也跟我说 是回了西人教会 因为西人教会 虽然不是我们的语言 但他们能够做社官 他能够关心社区 关心孤寡 能够把信仰来生活化 难怪有一半的青少年人 年轻人到西人教会里面 其实香港最兴旺的教会 不是广东话的教会 这就是飞容引用 这就是英语的教会 不是我说的 是时代论坛说的 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那么多人不喜欢教会 为什么我们青少年人不喜欢教会 是因为他很想找到更多 信仰生活化 生活信仰化的人 他希望他的信仰是立体的 他希望他的信仰能够影响 是影响了这个世界 所以刘童牧师在生命河 这个教会的里面 他在史上说 他说教会不一定要大 教会最重要最重要是影响力 所以他鼓励他的弟兄姊妹 去到社区的里面 去到不同的街坊福利会的里面 去到不同的社区组织的里面 默默的为主作炎作光 所以刚才第一堂的崇拜里面 有些弟兄姊妹是风和爱的报道会回来的 虽然有一些未缺席住 但是他很有心继续回来 今天第三天回来教会当中 第一天他计算大会堂了 第二天计算堂庆在朗平村 第三天就是计算了 他很喜欢 所以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不去社区里面 受造神的特事的时候 我怎能够被世人看到什么教会 希列文 这个字其实是指导神 呼一帮人走在一起 奉他的名去聚集 这个叫教会 我们恩福家 最新的团契 其中一个就是 re-act-seer 你上网看到的 恩福网页 re-act-seer 就是说将教会 重新来到让人看到 教会是有动感 真正的教会是对社会 对家庭婚姻 青少年人 对教育 是有一个影响的 我一个朋友 刘哲良牧师 对现在在 这个轻学正经协会里面 是一个很投入的一个member 另外一个退休的校长 他都要加入在当中里面 作为退休校长 他要透过教育 委身 将基督的信仰 去影响香港这个社会 那天也有另外一个 很出名的牧师 不是牧师 他是校长 他来我们堂庆那天 跟我握手 和参加崇拜 他很感动 他因为对姊妹的爱 他很感动 神就是很奇妙的 就是让我们看到 如何去做神的福音特事 首先是将人带到神的里面 去基督的里面第一点 然后就是 我们要邀请我们身边的人 进到神的救恩里面 与基督建立个人的关系 第三就是 本来告诉我们他 侍奉上帝传福音的动力 不是来自头脑 不是来自神学的框架 你读完伟大的神学院 你也可以不传方格 读神学那三年里面 第一个学位 其实很多神学院的学生 告诉我们是最不熟灵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看很多熟灵的书籍 神学的书籍 教义的书籍 靠伯 然后很多不同的神学家 读读下自己都已经很迷失了 甚至在几年的里面 是最少灵修亲近神的时间 就是在神学院发生 所以你想想 我们下山离开神学院的时候 去到职场里面 去到这个社会里面 如果你不是一个传福音的人 而教会加在你的手上 是没有什么前途 就算你满有神学的博士的训练 都是没用 所以我觉得今天 这段经文里面 是要提醒我们 在艰困的里面 依然 神都会使用我们 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17-19节很清楚告诉我们 在基督的里面 人才有能力行善 如果人不在基督的里面 人是无力自救 保罗在第七章罗马书说 他说立志为善 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 可能是苦 谁能够救我脱离取死的生命呢 第八章罗马书保罗就说 感谢神靠着耶稣基督 就能够得胜 所以青少年人 之所以能够是得胜 能够有原动力 为主的缘故去读书 去装备 去做家务 去孝顺父母 去关心社区 关心这个社会 卫生给这个社会 是因为里面有一种的原动力 是来自基督 来自圣灵 而圣灵的工作其中 就是第八章罗马书说到 圣灵会将神的爱 销灵在信徒的心里面 其实我们都是烂水桶 我和师母都是经常在恩福家里面 我们经常都说了很多年 我们都是烂水桶 我们的子女都是小的烂水桶 怎能够为神 或者被神使用呢 我们必须要有上帝的爱 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 人为什么可以放下看电视 打机 那个discipline 很有纪律为主而活的生活呢 看读书是一个侍奉呢 他必须要有原动力 他不单止有正确的门徒观念 而是他需要与主天天的结列 他才能够真正成为基督的门徒 我教了很多年婚前辅导 在恩福这个大家庭 我往往问那些弟兄姐妹年轻的 什么职业都有 他们说 我很想我有一个温暖的家 所以我嫁 我很想有一个温暖的家 所以我娶 因为我娶了之后 我就有人帮我做家务 我娶了之后 有人会照顾我 帮我按摩 帮我按摩 照顾我 关心我 接着我访问那个女的姐妹 我问为什么你又嫁呢 因为我很希望有一个好的头 他来带领我 给我一个任备的地方 给我的家庭 给一个很有保护 很有安全感的家庭 其实黑衣和黑衣结婚 所生的 其实都是黑衣仔和女 你问和尚借梳 是很难借的 为什么呢 因为基本上他很少梳头 除非按摩的缘故 不然他也不带梳 所以就是说 根本婚姻是在乎 在婚姻的里面 人那种的牺牲 摆上 我常常都说 蕭尚牧师 在他的讲道里面 都常常提 不过宣度会 以前的牧师 他说 十字架上高 有三种爱的元素 第一种是意志的爱 第二种是牺牲的爱 第三种是无条件的爱 如果能够活现在婚姻家庭里面 这个家庭婚姻一定很温暖 会吸引小朋友出去回家 最近我在互联网里面 跟不同国家的女子媒查经 讨告 其中一些就是面对着离婚的边缘 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离开了活水的泉源 他们没有人去帮他们 在家庭婚姻里面 如何去处理 谁做头 什么叫头 什么叫以心爪头 什么叫以头攻头 同场铁壁 以心爪头 是不是 以如反掌等等 全部都没有人教他们 所以我鼓励姐妹结婚的 你要去夫妇营 去完M11你都会去Tool 去灵性的操练 因为这个是教会的牧养系统 所以教会必须要有完整的系统 令到我们不同年纪的人都看到我们教会的生活 跟我们平时的生活是息息相关 我们上教会不是去妙语 我们上教会是朝见永生的上帝 向上帝支取能力智慧 神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灯路上的光 以至于我们有能力 因为朝见永生的上帝 神的念光光照我们 给我们有平安 给我们有恩典 以至我们能够回到家 这一个侍奉工厂里面 为主发光 在我们职场里面 做主的盐和光 所以今天 我们要问 为什么那部电影 这么受得 这么多人看到电影 年少日记 几十个青少年人 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们今天这个社会 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是需要将人 带到基督的里面 圣经就告诉我们 如果有人在基督的里面 十七次 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新造的人 即是新的创造 New Creation 就是说 以前我们不在基督里面的时间 我们是无从 但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时间 我们就会成为蝴蝶 能够是三度的空间 能够飞墓在花间 来享受那种自由的生活 成为基督里面的自由人 但若我们不在基督里面的时候 我们主要是靠自己的力量 来过生活 所以听起来我们要将人 带到神的里面的时间 就是让神在他生命的里面 成为他的救赎主 他的主 他生命的主 圣灵会给能力 去结到圣灵的果子 圣灵会将基督的爱 敲灌给他 以致我们的青少年人 我们的家人 我们身边的朋友 我们的同事 因为在基督里面 他成为新造的人 他有能力来为主发光 这个就是保罗讲 一切都是出于神 18、19节 藉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 我们能够将人 达到神的面前 与神的和好 是出于上帝 不是出于我们的能力 19节 这个就是神在基督里面 叫世人与自己和好 不将他们的过犯 归在他们的身上 并且将这个和好的道理 托付了我们 收顶姐妹 信了主之后 马上就可以传福音 我不会学三幅 我未学三幅 我未学四律 我未学报道法 我如何去报道呢 其实不需要 不是不需要学 这些报道的方法 不是不需要上三幅 你都需要去操练 学习这些报道的技巧 但更加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你作为一个messenger 你的message 是跟着的messenger 你的信息是跟着你这个人 跟着这个全信息者 你只要让你身边的人 看到你未认识主的时候 是怎样 肯定无从 但你认识了主之后 你成为一只蝴蝶 你说我未有永生的时间 我是这样这样 我有永生之后 我的生命 价值观 人生观 有很大的更新 和改变 人就将名要归给神 就被吸引 你都在救神 我很欣赏的姐妹们 最近有很多丈夫 都回来我们不同团契的小组里面 而这些丈夫们 是跟众人说 他们很喜欢教会 很喜欢教会里面 神的话语 这些话语 神的话 改变了他们的生命 令他们有动力 去爱她的妻子 爱她的儿女 爱她的父母 是因为上帝改变了他们的生命 他们成为新造的人 成为新的创造 于是在分家庭里面 这个头 他得着一个全新的改变 他越来越似耶稣基督 他的责任 他的使命 他的享受 就是去爱她的妻子 爱她的儿女 爱她的父母 于是 他侍奉的工场 就是他家 他的职场 他的社区 如果男人 如果头被改变更新 成为基督的门徒的时间 不单止教会有希望 家庭都有希望 所以今天我们习无旁态 要带领我们的青少年人 去成为基督的门徒 我们很感恩 有很多的哥哥姐姐 愿意陪着我们的青少年人 去成长 难怪我们的青少年人 不单止儿童是过百 而是一路几十 一路上去一百 都是青少年人 不断的成长 这个全部都是神的恩典 是什么吸引人 回到这个教会的里面呢 是神的毒 是我们这班的鼎子梅 是你们每一位的鼎子梅 是神的Messenger Messenger和Message 是不能分割的 如果我当时不是看到松牧师 他流泪去求天主教的校长 你可不可以给我们的团契 用学校的名字 最后没有给他 他仍然是哭 但他继续传福音 带了过百人的老师 和我信主 我翻了一两次 我认识到突破杂志 我在迷路里面 有魔门教的人敲我的门 向我传他的读 我立即写信给突破杂志 现在没有突破杂志 改名 他很快就回覆我 这个礼拜写 那个礼拜就回覆 为什么呢 我后来和卓延文医生 讨论的时间 他在恩福二楼 我和他一切 他说 是因为救灵魂 所以我们的团队 很紧张 你失落 所以快就回覆你了 在雜誓登 那时候哪有电邮 上帝主动寻找 拯救失丧的人 所以 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原来基督教我们激励 我们因我们上 一人忌替众人死 众人就都死了 激励这个词 意思就是四面墙 一路逼着一个人 他没有东南西北都去不了 他唯有向上走 这个叫激励 英文翻译叫controls 是令到我们 一定要走一个方向 这个方向是神去命定 神以我们走的方向 就是要进到基督里面 成为基督的门徒 一生为主而活 我再说一说 C.S. Lewis 那个《纳尼亚传奇》 一个很简短的故事 我在电影也看过 和一些新闻仔 其实努益斯所说的故事 那个狮子 无论多强壮都好 他都要去守法 面对律法的要求 所以狮子如果想救这群小朋友的时间 他必须要死 死在石桌上高 因为律法就是一个圈 把众人都圈在罪的里面 是没有出路的 那狮子是象征耶稣基督 神的儿子 他必须要死在石桌上 后来第三天 从石桌上高 成章的石桌 是列为两半 仅称住 坟墓的门已打开 耶稣第三天从死亡的里面来复活 以大能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 所以耶稣的复活 是吞逝了死亡的权柄 于是能够将永远的生命 去赐给你和我 亲爱的姐妹 今天 每一年都有清明节 人类是有死亡 究竟我们的盼望在哪里 如果不是耶稣已复活了 我们人类的盼望在哪里 让我们低头一起祈祷 天后上帝我们感恩 神今天透过经文鼓励我们 要进到基督的里面 神也透过神的话语 来激励我们 要邀请我们身边的人 去到基督的里面 与神也和好 最后就是神 让我们知道我们侍奉的动力 爱人如己的动力 传福音的动力 作为福音带事的动力 永远是来自耶稣基督外的激励 主啊你帮助我们 等于今天你听到神的话语 你愿意起来为福音努力 为家人逐个提名去祷告 祝福他们 身体力行 作为基督的Messenger 你要让你的信息变成生活方式 去爱你的父母亲 爱你的儿女 爱你的家人 用你的生命的品格 用你的祷告去感染他们 来进到基督里面 你愿意成为神福音的大事 请你举手来 我说你祈祷有没有这样的 弟兄姊妹 很多 如果今天听到神的话语 你以前只是觉得 耶稣基督是你救主 还不是你完全生命的主 你还没将你生命所有的主权 交给耶稣基督 你今天愿意将你生命所有的主权 去交给耶稣基督管理 请你举手来 我们祈祈祷有没有 很多 天父你都见到 求你感动我们的心 继续持续职灵 为我们的鼎子妹来祈祷代求 给我们有能力 今天离开圣殿的时候 我们被猜遣 被猜遣去到家里面 去到社区里面 去职场里面 为主造严造光 领人归主 不是靠我们的口这么简单 而是必须要我们的生命的信息 我们的见证 配合我们口里面所说的福音的内容 将人带到神的面前 求主帮助我们 给力量我们 给智慧给我们 让我们得人如得语 荣耀主的名 你坚固我们的信心 祷告奉主耶稣圣明 阿摩